第十三就是读者常驳 abonn烈 你的读者常驳 读者 아니에요 你你在这儿 乌萨 你看读者 阿朵 阿朵 好乖呀 漂亮阿朵 那你朵朵 阿朵 阿娘睡好了 阿娘 阿娘 跟朵朵來啊 來去摸摸 好乖呀 阿娘 看媽媽 阿娘 我不想理我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愛貓咪 愛果肉的梁 太熱了 我今天把我的這兩盆 大家夥 南爵 還有這個馬卡龍魚滴 翻到這個位置來 這個位置 比較通風透氣 看會不會成長的好 他們都超過一個月了 尤其這個已經一個半月了 生根是一定有生根 但是就是長不好啊 長不好表示他對我幫他選擇的環境 表示他不太適合 不太喜歡 於是就幫他換環境了 所以就給他搬風 換到這裡 這裡應該是 透氣性會比較好一點 期待他能 快點長根長好啊 目前這樣子看起來 表示根系沒有長得很好 表示根系沒有長得很好 這陣子葉夫狀況真的非常不好 尤其是那個什麼啊 聖卡洛斯幾乎都爛掉了 然後大家還說奶茶好癢 還說冰玉好癢 結果這邊全部都是 這邊一大塊全部都是爛掉了 爛光光了 有剩這幾顆不知道還行不行 這兩顆 不知道是奶茶 應該是奶茶 不知道有沒有成功啊 爛光光了啦 只有這個陳夢露 在葉片還給力 但是 也沒有發芽 天氣很悶 真的是不行 然後這邊全部冰雪女王 這是以往 我葉夫以來 葉夫的最差的一次啊 失敗率 百分之六十 天氣悶 真的是做什麼都不行啊 哎喲 連紙的都長不好 真的是有夠討厭啊 目前狀況 這個是可愛玫瑰 就是 大大展開的那個 哎 我也不知道這個叫好還是不好 但至少有看到小芽長出來 就是開心 看至少有長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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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是就是 比較漂亮的那種 比較漂亮的 可愛玫瑰 也有開始在長了 只有可愛玫瑰最給力 只有可愛玫瑰最給力 在這麼嚴酷悶熱的環境下 它還是 持續的在發展中喔 然後給你們看這顆肥牡丹 然後給你們看這顆肥牡丹 這顆因為它不知道被什麼東西咬 結果長了歪七扭八了 我覺得好醜 我想放棄 你看我直接把它拔起來 就丟在這個盆 結果 幾個月沒看到 你看看 它現在給我長了一大堆寶寶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居然一直生寶寶啊 這顆喔 應該是可以拔下來牽插了 但是天氣涼一點 再來拔吧 這個是肥牡丹 誇張 肥牡丹就是肋牡丹 其實我剛開始會買 是覺得它再一條一條好漂亮 那現在都是彩色的 這種原色 原綠色系也比較少 但是我也覺得 原綠色系如果養得漂亮 也很漂亮啦 看個人喜歡 我覺得這個很美 你們有養肥牡丹嗎 我猜你們一定都養彩色的 但是我喜歡原色 我剛剛整理了 兩盆德蕾 其實德蕾也是需要整理啦 長著長著 因為這種天氣不太好 所以都是會有損傷 那有損傷你就要把那個 殘枝啊 枯枝啊 整個都把它弄掉 然後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完之後 它就會又變成漂亮的德蕾 因為最近 台風天又快要下雨了 它剛好種完 就讓它 零點雨 它一下子就會長好 現在雖然醜啊 醜的原因就是 因為之前有一陣子 不是都陰雨天嗎 它就土長 那土長有一些金感 當然也是會爛掉 我就把它整理好 種在這裡 另一盆在這裡 這一盆也是一樣 就一大堆 有一些壞掉爛掉的金感 我通通把它整個除掉了 除掉完 重新栽種 加一點點 我自己自製有機肥 再把它種回去 然後 就等著它 生根浮盆 再變漂亮了 然後這是之前栽種的 你看 有活就是這個樣子 這根是我的頭多改 放上去 它本來人家是這樣 那因為這根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就把它直接這樣 反正它有長根了 就直接這樣放上去 它好像有點醜 我在另外找地方把它放著 目前就是這樣給它 放在這上面 養多了就是要整理 養久了就是要修枝 要整理啊 那如果長不好就要換位置 其實也挺辛苦的 然後你們看這顆 懸崖造型 這顆我也想整理 但是還在想要怎麼整理 它本來是一個根號 但現在已經不是根號了 現在是很多這個大頭 再想想想 再想想吧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的火狐狸近況 它這個種在原來的盆 這一顆應該有稍微穩定下來了 你看看 這上面的這個沒有繼續爛 那這個是之前爛的 現在已經有一個禮拜多 它就是維持這樣穩定 就表示比較好啦 然後另外這個小小盆 也是還在努力掙扎中啊 沒有繼續爛就是有活的機會 那這個大盆的呢 其實它本來很大隻的 但是後來長著長著又開始爛 我就又再給它整理一遍 結果你們看 現在下面這些 在這裡應該已經也有兩個禮拜了啦 下面這些新長出來的 表示有機會了 那這些爛的不要急著拔 等它整個枯掉再來拔 這個也是有機會啦 唉 有時候你想這樣 它偏偏不想這樣 就順著它來吧 期待它能恢復往日的光景啊 這是我的火狐狸哦 然後這兩顆現在擺在這裡 過一個月 11月再給你們看看 是不是變漂亮變美了 這昨天給它澆大水 所以現在這個盆面都還是濕的 繼續整理多肉粽啊 白鳳也是 我都把它們變小 就是都用小盆的來種 讓它慢慢精緻化 那目前它就是這樣 那要等到它包起來啊 要先等它長好啊 先長好才能變漂亮 你看這供水 我的供水時間不同 所以它業幣有大有小 阿醜死了 但是先控養 先健康有國再說吧 好了 今天就分享這麼多了 歡迎評論 點讚 還有別忘了訂閱哦 我們下個視頻見囉 拜拜